今天的动漫 灾难频繁 从哪里来的 佛说得好 众生的业感了 我们所谓的自然灾害 是众生的共义 过人的 那是自己的别意 我们学佛的人 要常常想到这些 要常常想到 忏悔这个方法 只有忏除业障 我们的信心 道心 才能够建立起来 否则的话 我们一切的愿望 都会落空 我们希望的成就 都不能够如愿 为什么 这当中有业障 业障在哪里 只要我们自己 冷静去观察 你就看到了 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 太多太多 道场里面 你会常见到 有附体 冤心待主 附身 这个是 佛在经上 所说的 欠命的 他来讨命 欠债的 他来讨钱 你要不能满他的愿 缘解 他就障碍 他就障碍你修行 障碍你开悟 障碍你正空 所以 这个 灿除业长 跟这些 过去 现前的 冤亲 债主 用这个方法了 跟他们 化解 诚心 诚意 的 化解 对方 绝大多数 都同意 为什么呢 他们也清楚 这种 冤冤相报 没完 没了 彼此 双方 都痛苦 随修佛的人 一定要 拉定主义 我欠别人的 一定要还 欠命要还命 欠债要还钱 要把他还亲 再也不伤害众生 再也不伤害众生 再也没有啊 去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噪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